好 我们看到了中美贸易大战打到现在 川普亮出了警戒 看到现在最大的一把枪 这把枪会不会无差别扫射 他会去扣板机吗 我们现在看这把枪是什么呢 我们说的就是1977 国际紧急状态的经济权力法 好 在77年通过的这一套法令 有多厉害 真的动用过吗 还是根本从头到尾诉诸高阁 我们来看到 其实美国已经动用过54次了 用来对付谁 用来对付他曾经的死敌 俄罗斯 伊朗跟北韩 好 现在被点名 这个77的所谓的 紧急经济权力法 一旦被端上台面 一旦扣板机的话 是不是把中国大陆看成 跟伊朗 北韩同流呢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川普会不会扣板机 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但我们会不会扣来看 过去几天他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8月23号上个星期五的下午 中国大陆在股市结束之后 宣布要对美国开征 报复性的关税 那么紧接着 8月23号的晚上 川普立刻回击 他开呛了 他说要求美国企业 紧速的撤离中国 但是我们觉得 这寒爽的居多 因为实在是困难重重 隔没有多久 几个小时之后 8月24号的清晨 道琼被这一来一往的过招 下趴在地上 收盘子都重挫了超过600点 到这里摔尾 摔尾 川普大概觉得也没有再怕 跌不够吗 他说磕增关税 还没磕够增后悔 当时没有一口气磕足 我们来看到 川普在推特他说 遗憾没有提高更高的税率 这句话在几个小时之后的美股 我们真的不知道都不怕吗 接下来美股会怎么来反映 川普的这个推特 看清楚 我们盯着看 他会不会扣板机 但进一步就要来看到 就是在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 打到这样子 在今天雅股下趴了 废半的在上周五收盘 跌了4.4% 雅股我们来看到 南韩跌了1.6% 日经跌了2.2% 港股跌了2.0% 是截至我们录影的3.4除分为止 上阵1.2% 台股也跌了1.7% 换句说大家就在问 那么川普跟习近平 两边在对阵的时候 资金要寻求遮蔽掩蔽 但是寻求掩蔽的过程当中 看法就很分歧 我们现在看到 日元有止升的一个迹象 换句话说 过去推升日元 靠的是对于避险的需求 那代表避险的需求 越来越不重要了吗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 黄金的价格却持续的攀升 所以这么看法分歧的话 该怎么来解读 另外一个今天要请专家来解读的 当然包含台股了 台股现在两股势力在拔河 四个利多 四个利空 我们就调两岸来看 政府基金超过500亿的代操部位 子弹备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要看到利空 跟他拔河的是中美贸易关系 焦土化只看越来越严重 那一边拔河会赢 另外看到是 境外的资金汇回专法 两年预计吸收1.78兆 这笔钱其实有相当程度 是要投入台股去拼经济的 但是看到MCI 计调台股2降1平 看起来也是让人觉得 怎么这么不给力 换句话说 我要请韦杰带我们来看到 这个资金避险的需求 你怎么解读 川普那把枪会扣板机吗 还有四利多 四利空的台股 谁赢 好 我想其实川普 这把枪的板机已经扣下去了 那只是说现在目前 旁边上对于贸易战的反应 已经有一些心理准备 也就是说大家已经预期 川普在贸易战的过程当中 5500亿全部打到好 打到满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早在前一个礼拜之前的 这个800点的行情 已经先有反应 那其实我们说 现在市场上比较担心的 不是贸易战 现在其实真正货币战已经开打 其实川普他有一套剧本 在美国开打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我先打贸易战 因为他本来期待 贸易战就可以结束 逼中国 扶手撑撑 好我结束 本来他期待是一个 白米的冲刺赛跑 可是 跑成了中距离 甚至要变马拉松 结果中国把它变成是马拉松 那其实这个符合 中国一贯以来的战法 用时间换取空间 那现在变成马拉松怎么办 好没关系 贸易战打下去 没有力 我们现在进入到货币战 现在已经开打了 所以关税大战 克好克满 其实早就已经变成 完成式了 或者是过去式了 没错 接下来要上来的 你说是货币战 货币战 甚至到最后一步 要进入到金融体系的 这个Swift体系的 这个外汇结算的一个 这个战争当中 但现在目前我们先看 现在市场上 大家其实比较紧张的是在 货币战 很多外币存款的这些投资人 没错 没错 对 那其实一般来说 川普他其实誓言要达别美严 那在上个礼拜五的美元指数当中 其实在川普发言完之后 他把鲍威尔视为跟中国一样的敌人的地位 然后叫这个所谓的美国西业赶快从中国撤出 这个推文一发出来 美元指数马上往下掉 而且在市场上 等一下我们来看 川普要进行达别美元的过程当中 本来他期待的是鲍威尔要去进行降息100个基点 然后能够让美元去进行贬值的方案 可是 他不动啊 鲍威尔不动啊 等一下我们告诉各位 为什么鲍威尔不动 其实美国的经济超级好 那这个是川普心中的蓝图 他本来是想要怎样 利用更多的关税 让市场上变弱 市场变弱之后就会逼迫FED宽松 然后宽松之后市场上变强 变强之后又变得紧缩 我又再更加更多的关税 这个是他心里面的蓝图 说我只要透过这个循环 基本上美元就一定会贬值 但是事情真的是事与愿违 当他发动了更多的关税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造成全球金融市场跟投资人的情绪恐慌 赶快把钱通通都汇到美债里面做避险 那要交易美债之前 你一定要先换美元 所以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其实美元是跌不下来 好那现在呢 川普说你FED不降息 没关系 我自己来 当前一个礼拜美元指数创下17年以来 这个是广义的美元指数 那他是对27个国家的贸易加选的指数 也就是说美元对27个国家的汇率都是升值 创下了17年来的新高 川普现在紧张 我们刚刚提到 川普贸易战的主轴 是为了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 我现在美元这么强 我怎么缩减 我的逆差会扩大 那我现在要把它打下来 怎么打 FED不动 没关系我来 可能会动用财政部的一些汇率稳定基金去购买人民币 悄悄板我把人民币给买上去了 我美元就弱了 没错 从这个整个贸易加选的美元来说 最强大的这个全值货币其实就是人民币 所以我如果把人民币往上拉抬 美元自然就往下掉 这个是川普的算盘 他还没做 他有可能会这样做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基本上除了在买货币这件事情当中 为什么川普 为什么这个FED的鲍威尔 这一次硬生生死都不降息 为什么不降 他说美国的经济实在是太好 而且通货膨胀率是持续的往上跑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中国跟美国未来要进行货币战 谁的底气强 谁的这个空间比较大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面这个是中国的PMI采购进行指数 可以看到在过去的7月份 已经出现了一个双脚成型的一个状况 那也就是说在短线上面 中国的制造业景气是有慢慢的出现 可能会出现一个补库存的一个行情 那这是短线上面 可能是在未来的一个季度会产生 可是反观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面 在制造业的部分 PMI是跌破了50 这是创下近两年的一个新低 跌破50是进入到衰退的一个龙颈当中 甚至在ISM的制造业指数当中 也是持续的往下滑 所以其实从实理经济面来说 中国有机会是往上翻身 那如果再加上宽松的货币刺激 是不是翻身更快 结论是如果要拼降息拼宽松的话 中国的这个底气比美国足 没错 而且这一次的货币战 是由中国抢的先机 扒的头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中国人行已经开始悄悄的放损 在8月20号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利率工具 叫做LPR 简单来说 它是要去刺激中国大陆的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往下调 进而能够影响市场利率往下调 所以这就是这一次 为什么今天早上你看到人民币 冲到7.15 扁到7.15以上的一个情况 好 那既然一旦扣下去之后 其实在市场当中 货币大战大家最怕的是资金外流 我们先来看这个重点 这里有个利空 外资在8月份已经卖超台北股市是1173亿 各位我们如果从台北股市的K线图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8月份以来的台北股市有没有跌 我们先看台北股市还有8月份在这里 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区块 这个框 各位其实从这样的角度来说 其实台北股市跌不多 跌不多 这边大概10600点 0700点 再跌到10350点 跌不多 可是外资已经卖超了1000多亿 那如果说现在的新台币的汇率 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带动 持续的走贬 外资会不会继续卖 一定会 一定会跑 这个是所有的市场上都会出现的现象 各位 新台币往上是贬值 这里有一个整理区间 其实它长期还是趋扁 所以其实从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观察现象当中 当人民币带动新台币趋扁的时候 外资仍然是持续外倒 我记得我们刚刚看了一下最新的数据 外资今天持续卖 卖了144亿 那看到今天打到年限 年限明天怎么看守得住吗 还是去回测月初的地点 好 其实从这个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说 这年限是没有什么支撑 因为它其实是走平到今天为止 其实是有点下弯 下弯的均线是没有任何支撑力道 那么再加上我们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点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这个台北股市的这一波反弹以来 这边是不是刚好一个头两个大 到这边年限这附近 刚好就是一个台北股市短线的景线位 所以当年限失守 跌破前波低点是做确认的时候 台北股市这个M头就确立 所以它有可能会回探到 万点以下的一个空间就存在 所以其实在整个外资持续流出的过程当中 台北股市未来再往下探的机会 其实是存在 尤其是在电子全职股 外资持续卖操的过程当中 其实投资朋友还是在 未来这短线里面 还是要记得先把现金部位去进行提高 会比较安全一些 在这边的电子上 能不能再开启动 没有问题